好,歡迎來到今集的交涉現場的Q&A 好,今天我們又正式來了 大家都習慣了我們這個方式 我們這個留在家中 戴口罩 戴口罩 我們唯一可以不戴口罩的 其實,先分享一下一點 拿著這個深喉唾液樣本 原來並不是我所想的 你拿了嗎? 精心動拍 大哥,你知道我住的位置是 挺漂亮的 之後我女朋友很厲害 就找到最快的方法 就是打去政府的分區診所 預約見醫生 之後一報回我的地址 就知道就可以拿了 我以為深喉唾液樣本 醫生好像抽組織一樣 就塞進鼻孔裡 就拿你的喉嚨裡的位置 原來不是的 他要你第二天睡醒 就不要拆牙喝水 他第一次塞進去 但我從小到大到現在都不懂得吐吐 那我就不斷 很久了 你真的吐了 每天早上就已經收到SMS 說我是這個 確診沒事的 確診沒事的 真的要給香港的醫護人員一讚 厲害 多謝 多謝 多謝香港 我們都嚇死了 當然 不然怎麼開會 我們還要很快的 可以試機了 Colin 是嗎 是啊 排隊 其實我們這個很快 我們輪得很快 因為事緣本身 我們錄影今天是試機日子 今天是試機 但是我們不是官方傳媒 所以就沒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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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就照去 但是我們就只是借機 但是其實我們那個 範圍都很厲害 什麼叫官方傳 就是media company 就是說那些蘋果 我蘋果的朋友今天去了試 是啊 其實主要要試的東西 我剛才在帖子也說了 是啊 試過什麼 那今天有沒有新加的 八二格 是未加的 沒有的 沒有的 提外話了 講完了 我們正式去我們的QA 你可以附育 附育交涉 但是可以侮辱 在那條片裏面問的 其實Chris Wong想說 他本身是A73的用家 是啊 立即錄奏紙的歌 都出來了 我們那個正先聽得懂 可能觀眾主要的也聽不懂 你就厚生一輩 平時Fairlands要拍一下event big day 久不久都有拍片的job 頭上有騰龍的大三元 厲害啊 嘩 太厲害了 騰龍大三元 你的名字真的很厲害 Sony的55.8 Sony的85.8 又輕又正 這兩支都是 它是全部最便宜正的 買的 是啊 便宜正三部 現在就想買到一部Second Cam 本身就想買一部A6600 看它小部又可以去旅行 又可以令到G70 180又變得更加奢利 但是見到A73這麼便宜 就心動動 想買多一部 想怎樣選擇 A6600 比起A73的絲網圖 會不會輸蝕呢 有什麼地方會勝過A73呢 就讓我們加油吧 喜歡我們夠幽默 Polin 你是這個A6600 是嗎 是啊 A6600 沒有啊 但是你喜歡小部 就一定買多部A6600 因為價錢差很少 好像差兩千元 我們首先說一說A73好過A6600的東西 有什麼呢 好賣數 好賣數 好高 真的好高 神經病高 6K over sampling 去4K 也不知道為什麼出到一部A7S3 是不是更變態呢 1S3 很亂啊 A7S3的身體 是A74的 但是它的像素明顯 減到1200 大家想欣賞的 不用想 不需要 還有什麼好一點呢 Full Frame 用回你的鏡底 對 但是它的目的是想Terry 和輕 很適合的 6600 我覺得可以買一部再便宜一點 再便宜一點 是什麼 因為6600的SIMONS 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跟6XXXX的比 其實很多選擇 是 即是上昕CXXXXXasy 即是上昕CXXX Rachel J realise 即是iss 其實它如果用呢 要做廢話 它這裏也會都有用的A7S3 所以 6600的防震 我覺得它未必會用的 是用間拍片防震 我會 會打ginDing 爭 City 也會多了散穴 相機一點 其實便宜很多 錯 因為那 sisie 你6600是好 但是你本身有A73很多東西重複了 他想重複夠電嗎? 重複夠電方便一點 又對 也是的 但是價錢買到6600真的很不值 買多一部A73 6600應該是廠貨8000 廠貨水貨8800 人家5-6000元連結了 5-6000元連結了 是的 現在上街買5000多元連結了 所以我覺得留點錢買多一支鏡就好 阿嘉華說是6400元 不是6000元連結了 不是6600元 甚至6300元更便宜 但6600元那個價錢真的是A73的價錢 差2000元 所以我覺得很必要6600元 不值得 我們心裡也算二支價錢 所以其實那兩欄是 一是6400元 一是就是A73 無縫下5折 6600元已經差不多跟Expo3 價錢了 真的買了 是啊 對啊 而且那一是不值得 8800元 8800元左右 這個A73正機是11000元 你信不信 出A7S3同一時間會出一部A6700 是3300萬像素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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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出A5000呢 對 對 好像說會出一部沒有Wheelfinder的A機 就是A6000的尺寸 是Full Frame來的 沒有EUF的 假設好像是Sigma FP多過手柄之類 對 對 對 方便 M6 Mark II M6 Mark II 不是 尺寸應該是A6600 那些尺寸 但是Full Frame 對 對 像Sigma那些 對於拍片的人來講 電子Full Frame 但你沒什麼用 你是拍外置屏幕 要是你比較煩 即是大部分人用 改了 是啊 看看 6400和A73 這個是我們的想像方法 但是鏡子 其實就 你要保留一支KIT 因為他買66rement的話 他要買過鏡子 那些鏡子 現在全部都อ 工或在 加幾iverse 再加幾 Kobiz 告訴大家 但但是又不是好 taşقة 所以有種Dream 下一條Chill 主持人你好 本身手上有em10 有KIT的1240mm F2.8 不是我揭露這枝 然後25mm 5.8,45mm 2.8 這枝就小了 Panasonic那枝 還有一部Z6 14-30mm,24-70mm,85.8 二刀流 Nikon的Z6就是手短 有牌才有這個軟焦的小三元 但就算有都會重和貴 暫時想去旅行滑雪和拍一些野外的東西 都是用著Olympus 我打算購買Olympus就買EM1 Mark II 或者EM5 Mark II 現在才問Olympus賣了相機部門 值不值得買Olympus的機器和鏡子 值得的,便宜的時候 沒有東西輸的 那些東西一停產不是應該升的嗎 我看那些飛臨機全部直時上升 嚇到我 但也不是開玩笑 我都事不行 看你去日本找些東西買 我都手行看日本網 Olympus的價錢是 Pen的數碼機也挺硬的 Pen的造馬機是瘋了 簡直是亞馬遜 Tesla 升的 所以科技機和炒機 Olympus都分得很清楚 在日本市場裡面來講 但是其他地方是不炒的 即是你去回大陸二手網 或者eBay都找到便宜的 是啊 反而是日本自己追捧得很厲害 嗯 還有沒有一票嘛 有一票就買過去炒 我可以給一個好消息 Chill的 就是講的EM5 Mark IV都應該會出的 哇 這麼厲害 是啊 還有EM10的Mark IV都是差不多時間 所以其實等多一會兒 它會出新機 那你就買回這一代就剛剛好 因為我都很肯定 一部機已經沒有什麼科技進展 就是你好像EM10那樣 1、2、3代有什麼分別呢 是啊 有什麼分別呢 有什麼分別呢 就沒有什麼分別 是啊 CMOS還是同一塊的時候 所以我都有 因為之前我也是Olympus的 Microforfer的用家 其實它那個造工 以及Menu 以及手感操控 其實都真的很好 在4.3裡面來講 除了4.3一直的問題 就是說 就是畫面介紹到 畫面介紹到 是啊 就算是小ISO也不是非常漂亮 是啊 但是那個防震又真是很開心的 是啊 還有那次試 你給我試的 全部是爽快 就是頂級機的那個操作速度 是啊 你的連拍 甚至乎是 它的Satellite減少到 就說你可以按一下 反應的時候 就是可以這種形式 如果一直以來 照片其實主要也是 for social media 其實不是很需要 好像我們那樣用完大機的ProFrame 好像現在你問我外用Sony都好 其實我現在是會用JPG 但我JPG是小JPG來的 玩到這樣 縮小的像素 那個RAW太大了嘛 我們繼續算了 反過來 有時候都不繼續 拍幾張 還要是小JPG 還要減了一個resolution的JPG 可能給Facebook我也懶得就這樣就算了 是啊 很方便 懶得這樣 反過來好像現在是 以前Folian是你拍RAW 現在反過來是我自己主要要回JPG 快 節奏不同了嘛 其實現在都 如果OM不是那麼差的ISO 其實是可以繼續用下去的 是 不過那個極限就是 當你用最頂級的ISO都不是漂亮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它的景色在哪裡 真是慘 是啊 希望他們那間公司轉型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轉CMOS 或者 你都可以去新年買 是啊 轉快好一點的CMOS 對 阿旬 Group 辰 económ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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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